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弃绝了 走上了为中国民主宪政抗争的道路 这可是一条充满风险和坎坷的路 但是他义无反顾 并且在陈长创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知行合一的特点 他既勤于鼻根 他对中国文革的历史有深入独到的研究 同时我们会在白宫的门前 在中国大使馆的门前 在马拉哥庄园的门前 都会看到陈长创抗议的声音 我叫陈长创 我发言的题目叫乌旺六四 朝野八九 今天站在这里 站在这么多前辈和同代人面前 代表全美学年致辞 我感到非常高兴 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有这个资格站在这里 谈八九 谈六四 19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我才三岁 27年过去了 我今年30岁 我可以算是一个厚八九一代 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就是陈长创先生 下面我把长创引进来 长创你好 主持人好 谢谢刚才这个主持人对我的这个简短的介绍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那个气学的意思是说 我在各大政策学习没有读完 我没有达到这个博士和这个学位 简单说明一下 谢谢 长创 我跟你提的问题是 你为什么会走上为中国民主法治抗争的这个道路 因为这条道路你知道是非常艰辛的道路 你能不能谈谈你的心路历程 应该说我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关注是比较早的 当然我在大陆的时候呢 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中国各地的这个抗争 以及一些走在这个抗争前列的这些勇士们 也就是民运前辈们 但是老实说在国内的时候 由于一方面是资讯的限制 另外一方面就是行动上的限制 我本人是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 我敬佩的这些人的 我2008年来到美国以后呢 我就参与到了一些 当时只是当时只是这个观察者 就是参加一些民运组织的活动 比方说09年在祭祀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的活动 我接触到了 当然主要是观察到了 还不能说有这个个人之间的互动 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些民运人士 并不是像中共的媒体妖魔化的那样子 我觉得他们身上是有这个 既有人格的魅力 也有这个行动的能力 见识也都是很高超的 所以我对他们的这个 也就是说通过亲身的接触 我对于民运的认识是更加的正面了 当然这并不足以 迫使我下定决心离开学业 走上这个民运的道路 应该说首先还是说 我个人的在这个学业上 也确实是遇到了一些挫折 也没有打算继续在这个 把这个学业继续下去 所以等到这个 尤其是2011年年初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 有这个中国 也有人号召在中国发生 魔力化肯定 当然我们知道 在这个中共极其强烈的 这个压制之下 他们非常敏感 他们是保持了 没有这样一种接触运动 在中国真正的发生 但是这个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接触了更多 我就是原本的时候 你也知道是说 很多人士呢 已经被迫流亡海外 但是那一次的通过 官方的大路牧阵扬 我反而知道了 就是说在中国 其实现在 也有很多人在从事着 这个或者意图从事着 接触的可能 这一点对我是有很大的鼓舞的 所以呢 就是当我在这个2011年 这个 做出决定 就是说这个 辍学的时候呢 那我当然自己要思考一个 就是接下来怎么走 我认为就是 所以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我选择就是在 为民主义弄 这个投身进来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 很困难的决定 我个人回顾 我之前我也没有注意到 这个 我后来回顾了一下 其实我在这个每个人生 重要关头 我所做出的决定 都是一个比较小动的决定 不是像主流所追求的那个样子 我举个例子 就这么来说吧 当2002年 我那个时候是到中科大读书 在科大的时候呢 大家的风潮 倾向是要出国 但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个想法 我反而是对政治非常关心 当然因为那个时候 由于信息的限制 我还是受到了当局很大的欺骗 所以也是最终做出一个 非常错误的决定 2005年的时候 我开始准备加入中共 那个时候我真的认为是说 中共还是有正面的价值的 然后又由于在科大 其实共产党也想在科大发展党员 但是很多学生他不愿意做 所以留下了这空缺 然后就被我补上了 反而就是说在科大 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共产党 所以我反而我却加入了 这是2006年6月份 毕业前夕的时候 接受我为中共预备党员 然后到了之后我就去了人大 去我从这个理工科 转为了这个授学方向 这也是和我个人的 和这个政治方的 这个兴趣有关系 但是到了人大以后呢 我做出的决定 也和其他 和大多数同学都不一样的 我们系里30多个同学 几乎全部的就是进入了 这个在毕业之后 硕士毕业之后进入了体制 要么是有几个人 那是在国内继续读书 其他人大部分都是进入了这个官方 或者是这个大型的这个公司 当然也都是这个官 也都是这个国有制的这个单位里面 只有我一个人选择了出国实际上 然后等到2008年以后 当然我来到这个美国以后 其实大部分的留学生 也对民运是非常有 很少会来接触民运的 没有像我一样 这个一来到之后 有机会就会了解 或接触参与民运活动 所以这和我个人 我现在直接想来 就是说我后来能加入民运 也和我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系 就是我不是一个从众的那种人 我对这个 我不但于就是说 做出一些这种和主流不一致的决定 然后去追求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认为和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 从长我想问你的是 因为你走上明明的道路 你的家庭怎么看待 是否强烈的反对 因为我们在各大也接触过很多学生 也谈到了这个民族宪政的问题 他们都表示有兴趣 但是他们都会说一句话 他们的父母告诉他 你可以关心他 但你不要参入他 你的父母怎么对待这件事 你是否心里有恐惧 应该说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是知道 是有风险的 这是一定的 然后我的家人 我和他们很少谈起这个问题 当然他们是知道的 其实并不是 这一点也很有意思 我并没有 我从来没有主动的告诉 详细告诉他们 我在外面做了些什么 但是他们竟然也知道 很有意思 其实是官方通过很巧妙的方式 他们派人告诉我爸妈这些事情 他们也不会翻墙上网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在这边做什么 我也没有告诉他们 但是当我和他们有联系的时候 谈到 并不是我主动谈 其实我父亲对这一点是非常不满意的 他认为你这么做是在 他那么我这么做是在一条这个送死的路上 几十年前的时候 会被打成这个什么右派了反革命之类的 包括像这个1989年的时候 我一个亲人参与这个学生运动 当时我爸也是抵制的 他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共的政治压迫 是有非常明确的认识 他们知道这一点的存在 所以因此也并没有任何形成幻想 所以当然不同意我的决定 我的母亲她肯定也是担心的 但是她没有对我有过多的这个阻拦 或者什么支持都没有 她只是说你愿意做你自己的事情 那你去做就好了 当然要注意个人安全 这一点也和我个人 还是和我个人性格有关系 就是我当然知道这个事情是有危险的 所以我其实和他们接触联系非常的少 这一点当然也是我刻意这么做的 我也不希望我的家人在将来的时候 什么时候被共产党用来拿做人质来对付我 所以我就和他们接触联系 这样的话使得他们没有机会 我自己主动切割这一点 就像我昨天看到袁洪斌 他逃亡出来十几年 他说他和他的这个母亲 这个到现在已经九十高龄了 几乎也都几乎就是没有联系 他这是这是被迫的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说在疏于亲戚上的人 但是因为知道这点可能会对他们带来危险 我自己当然在生活在自由世界 没有多大的风险 所以我主动的就是和他们 这个也不是说切割 就只是说尽量少的和他们联系 其实家里面发生很多事情 我一排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 这个选择总归是要做出的 就是说你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 还是说你希望在更多的留恋于家人 或者中国大陆的那些情况 我个人做出决定 当然也和大多数人做出决定不一样 我觉得个人性格 在你的很多行动中 我看到你比如说 你到大使馆的抗议 你到白宫抗议 你到那个马拉哥庄园抗议 包括美国之音的抗议等等这些事 你始终体现出一种行动的特点出来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其实有很多民运人士 他们或者说一些追求民主的人士 他们更喜欢的是 比如说保持我的研究 我对行动 我对这一东西我不太感兴趣 为什么在你身上 你这么看重行动呢 首先我对于其他 就是说主要是在从事 这个言论上传播的这个人 是很有敬意的 这并不是说因为别人不行动 我就有什么坏的对他们惯的感 没有这个事 我自己那是因为 我在这个行动之上 就是说你参与越多了之后呢 确实会有一种 这个激发正向的激励 就是你越参与你越能兴奋 我在不管是像这个 是在中共最高的这个 我成为匪首了 共匪的时候 来到美国的时候 或者说是其他重大的抗议活动的时候 这个比方说声援香港战中 这个我们在这个营救王炳章博士 然后这个抗议这个7.9受破害的这些事情 我们中国民主党 当然我所在的这个民运机构 我们去走上街头的时候 去做活动的时候 就非常兴奋 非常有感觉 然后当然这个是有用的 我们在美国这么做 至少当然你在这个网上 为他们为在中国的人呼吁 你直接的 这就是有到的效果 但是我们在街头上的时候 一方面是说 我确确实实的能够感觉到 就是说在这边的不管是说华人 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美国人也好 或者说外地游客也好 因为在纽约有很多外地游客 他们对我们的这个活动 一旦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支持的 我在历年的这么几次活动中 都有这种强烈的感受 所以你做这个事情 你能体会到就是一种快乐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原因是说 我们期待的是说 中国发生一场大规模的这种街头运动 来最终压迫这个执政的上层 然后发生变化 那么这种街头运动是需要身体力行的 我当然不是说我在这边所做的街头运动 和在中国从事街头运动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有同样多的人 有更多人能在美国先 或者在国外先发起这样一种运动 比方说2014年时候的那种天下危险 就是把中共驻海外的这个 这个外交使团进行这个团团围组 如果真的能有这么大规模 比方说我们每天有一百个人 把这个美国 在中国驻美国的各个主要的这个使领馆 这个驻华盛顿大使馆 驻纽约的领馆 驻其他各地的领馆 每天都能上买人围起来的话 这个效果 这个对中共的外交压力 是大大的不同的 中国必须要花很大的这个价钱 这个来 来这个 这个在美国进行协调 然后这个向美国政府施压 或者什么回事 他都要付出代价 你就像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去这个佛州去抗议 包括这个去年三月去抗议 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是说没有一个国家的这个 尤其是一个大国的 一个这个领导人到访美国的时候 会有那么多的这个这个人来抗议他的 虽然我们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啊 可能就是在几百个人左右 加上就是各种抗议群体 但是在美国已经是很很罕见了 所以说美国政府必须花相应的 更大的很大的成本 包括中共自己这个 在海外这个 花钱来雇佣这些所谓的欢迎人群 去来反制我们 这就是说我们做一点很小的事情 就可能会导致这个 中共和其他的属在国 他们必须花相应很多倍的 这个来资源来压制我们 我想这一点对于消耗中共的 这个统治资源 消耗他们这个道义资源 这个让你们认识到 他这个一个不合法的事情来做 总归是有好处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从事这个运动 街头运动实际上的很感兴趣 我当然希望更多的人来做 但是并不是说你不做 或者说你自己 不做就会有什么道理上不好的 不是的 就是个人也当然选择 个人擅长做的东西 也可能是我自己对运动 对上街更感兴趣 然后更有感觉吧 厂长我知道你是中国民主党的 应该说是一个核心成员 我也知道每周六晚上 君涛你和其他的成员都会带领一些民主党的党员到时代广场去抗议 我也看到一个照片好像是一个风雪交加的一天 非常大的暴风雪 你们都还站在那里 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去呼吁 但是也有朋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你站在风雪天 你有多少人能够看到呢 然后你们每周这种持续的活动 你不如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能更好一点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我是 我只能说这些朋友 他们对于民运的现状 是完全缺乏认识 首先我们每周六去时代广场进行抗议 已经持续了从2011年2月20号到现在 应该是已经337或者更多了 我们并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 像落筑上扔稻草的那种行为 而是说在历史上 其实很多事情 在一开始做的时候 人们并不能体会到 如果你成功了 那么在后来历史上的时候 他会把你大书特书 其实我们这些参与者在当时反而会知道 其实并不是像后来历史上写的那么重要 但是就是说 这取决于你去做那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 因为我们是说周六去 所以说我们无论在任何恶劣的天气 我们都去比方说这个2012年11月这个纽约三周区分的时候 2014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下大学 或者是15年 然后这个下午4点纽约就封止了这个就停止了这个进程的地铁和公交 然后还有其他任何不管恶劣的天气 我们都会去 这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承诺 而且事实上我们这样一个活动 是一个很有效的对中国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政治迫害案件 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截图抗议 都是一个很快的回应的方式 比方说这个卢州事件 比方最近的卢州事件 比方说这个2015年的709事件 以及很多事件 我们几乎中国民主党都是在第一时间上街做出回应的 大部分是这个我们都能 我们并没有这个就是说在中国发生重要的这种事情 我们几乎没有缺席过在表达我们的态度上立场上 这就是因为我们每周都做 假如说我们不是不是每周都做 是每一个月做一次或者说多少时间做一次 那就不可能有这么快速的反应 直接上我们每周这个和声援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每周要收集在网上已经发布的 这个各种受到这个暴政迫害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姓名 然后也要收集就是说这些事件的责任人姓名 有一些是这个在这个媒体中呢 他直接就报道了 可能级别并不高 如果我们收不到这个相应的这个负责人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直接相关的人 我们就找这个这个单位的负责人 比方说某地的公安局长 或者某个地的这个中共书记的这种首长 行政首长名字 我举个例子像2015年7月9号发生了这样一种 全国的大规模的对律师的这种抓捕 传讯这个等这个威胁方式的时候 我就当时是我负责 我就迅速的收集了各省的各个相关地方的 发生了这些事情的这个所在的公安厅的国保总队的队长 或者政委的姓名 以及公安部这个国安公安部这个国保依据的局长 或政委的姓名 我们把这个名字放上去之后 中共方面立刻感受到了压力 他们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收集上一个姓名啊 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们做的呀 这个那当然我们不可能接受这种解释 就是说你当然不是直接的这个执行任务的人 但是这个做这些事情都是你的属下 你如果不把你属下的名字交出来 那你作为这个负责人的这个直接负责人 我们只能把你的名字继续暴力到网上 所以可能是说第一 在网上我看到的这个第一份 把这个各地的这个国保投资名字列出来这么相信 可能是我们做第一份 当然法轮功的朋友 他们在收集信息能力更强了 他们都会把其他各个单位的这个司法局了 监狱了 国保了 政法委了 所有人都能收集到 这个我们没有能力做 但是在某一件事情上 做这种直接的 每周我们做这种整理回应 然后我们到这个时代广场上 这个去宣读这些名单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网上 这我想的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民族的一个承诺 就是说让那些在国内他们想喊 就喊不出来 想发出声音却没有办法发出来 不敢喊 或者说没有办法喊的 这些人我们对他的一个支持 对他们一个 一个响应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有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你如果能重复的去做了几百次 那么我想这个可能比几百个人或者是上千个人做一次会更容易被大家记住 我是这么想 现在我们把问题转到你的研究上 你作为一个80后青年 你又没有经历过文革 你为什么会去研究文革史 是什么动因促使你去研究它 我首先对我对文革最初的兴趣 那很早了 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了 我看这个看这段历史 因为主要是他非常明显的和中共的这个叙事不一样 中共叙事一向是这种自夸非常严重的 就是把自己吹得不得了 但是他们自己也说 到66年76年的时候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转折 就是不同了 好像那段时间都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坏事 他们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 我就很奇怪 他们一向把自己说这么好 怎么突然有一段事情好像说得很不好了呢 我就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当然我在这个越来越了解的过程中 总是一直能够感受到 就是这种有严重的这个资料缺乏 非常明显的就能体会到 中共在掩盖这个事情 就是虽然说他承认了 这是一个坏的事件 很严重的坏的事件 但他也没有说出真相 他的掩盖 这一点我是能体会到非常明显的 所以你越是掩盖呢 我反而就好奇心就越上来了 我就越想知道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个时候我只是还是 并没有站在一个反对派的立场上 而是说就只是好奇 等到后来的时候呢 我是我对文革的这种兴趣呢 就是扩展到其实是对整个的这种中共 这种暴政历史的这种兴趣 包括之前的这个各种运动 尤其是这个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那些人的遭遇 然后再延续到后来 这个从文革一直到八九年 这些不断的这种抗议 一直到了八六年 八九年最大规模的 然后再延续到以后 这个中共各种 其实都是有联系的 就是说能这种 我的兴趣就是 真正的兴趣就是想把这种 中共暴政的历史整个的写出来 就是说以及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敢于勇敢的站出来反抗的 然后这个抗争的这些历史都结合在一起 有很多人有一个误会 就是说认为这个中共呢 当然这个确实是中共是可能是说 至少是在世界范围内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都是一场这个最为组织最为严密的 手段最为血腥的 这样一个暴政的一个机器 但并不代表就是说 在这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下 就没有人敢于站出来 就没有人敢于挑战 不是的 中国人并不是完全都是这么 这么这么懦弱的 这么没有血腥的 是有的 而我们像这个 这个五九年的时候 从北大被开除回家的黄立仲 他组织了这个劳动党 然后这个像这个六六年的时候 上海的刘文徽 议事 他这个一张一条一条的 这个撰文批驳 这个中共关于文革的十六条 然后发传了 以至于他在六七年三月份 就被枪毙在上海 就是文革中最早遇难的这个议事 当时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 就是要让人知道 毛政权下有意识 其实不只是说是在这个中共 这个在毛时代 其实在以后各个时代 各个 各个政权的这个过程中 都会有人 都有人勇敢的站出来反抗 所以我 我自己呢 作为一个反对派 我不仅是 我当然不仅仅是说 对现在时下发生的 中共暴政的心理的感兴趣 要上街抗议 我同样的对于这些以往的反抗者 然后对于他们的事情 以及中共对于他们的这个迫害 我都有 也都有兴趣研究 我自己也曾经讲过这一点 就是说中共作为一个国家机器 它这么数十年来 它延续下来了 它对于这个反对派 这个镇压 分化 收买 瓦解 破坏的这个手段 他们有一个 是一套制度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说 这些反抗者呢 他们这个 因为被中共这种分割治理 然后由于信息的这种 极度的这种缺乏 他们一代一代的 并没有 反对派却没有传承下来 他们自己的 这种抗争的经验教训 这也是说 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我想对于当下的这个反抗 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并不是要认为就是说 现在的反抗者的意思 一定是说 就比几十年前的越来越高 我们站在这个前辈的肩膀上 会做得越来越好 这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对以前的很多历史 反抗的历史 是极其缺乏了解的 我自己有兴趣 整理这段历史 其实既有限制意义 也有我个人兴趣 这两点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自己在从事这种 就是说 您称为这种 执行合一的这种活动 我自己也是非常有 非常有乐趣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 很有很有用 是这样 我读过你的一篇文章 并且这篇文章是很有影响力的 就是 汴中云校长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 奸谈送兵兵的道歉 我们也知道 很多红卫兵现在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看到 真诚道歉的并不多 你认为什么样的道歉 是一种真诚的道歉 我觉得道歉 它应该是可以分层次的 首先就是说你第一个 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在当时那个时代 你自己做出某桩事情 你回头过了几十年 你想为自己这件事情承担责任 我觉得这是 这是应该的 这是并不容易的 这是值得鼓励的 因为我们知道 毕竟过了这么多年 由于这个中共的压制 不让人们谈这件事情 不让人们研究这件事情 有些人还能有个基本的道义感 他愿意为自己做出 几十年之前做出的事情 他坦白出来 他交代出来 甚至愿意承担责任 这当然是要鼓励的 我对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怀疑批评 不过我只是说 我还想说一句说 这种仅仅把这个责任揽到个人身上 这当然是不够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 你做出这个事情 你当然是受了 那一个时代的政局 那个意识形态 这个政治斗争 运动的各方面的这种群体 这种外来的影响 你仅仅把个人 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 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以我对宋明明的道歉 非常有意见 就是在于是说 他一方面是说 他急于的要澄清自己 当然这是应该的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没有必要懒得自己 那另外一方面他没有 他作为一个暴政集权的核心人物 因为他的父亲是这个中共中央政权局后部委员 刚刚升上来的 他能在这个天安门上为这个毛代相当 和他这个家庭出生是完全有关系的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任务之力 他没有这个机会 自己后来这个受到这些骂名 也是因为毛说了一句 说让他这个要武 不要文职彬彬 这个责任明显的是应该由毛泽东来承担的 但是他自己没有迈出这一步宋明明 他没有说出来 这个事情是要由毛 是要由这个中共暴政来承担的 而且在过后数十年 他一直想讲述自己的经过 但是他没有被讲出来 他没有就是那个话 他就是说出来也没有人 一方面是他的这个家人不让他说 包括他的这个丈夫 因为他的丈夫也是既得利益者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他说出来在中共的这种媒体控制之下 也无法得到这种广泛的传播 这个事情这个责任非常明显 不仅仅是你送给你个人 所以你想用这一点 想用这个 仅仅是说自己做出了什么事情 而不提到整个大的背景 不提到自己作为这个 极权暴政的受害者和这个帮凶 这个道歉当然是不够的 因为任何人 说实话就是说 把绝大多数的人 包括我们现在同时来的人 如果重新放回到那个时代 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在当时 我个人还是有怀疑的 不要低估了这样一个暴政的这种 这个洗脑的这种能力 这种失害的能力 有时候并不是说 我们个人能够抵抗得了的 当然我们自己做的事情 不要自己为承担责任 毕竟有一些人可能 在那个时代下他没有机会去做 不代表的是他不想去做 但总归他没有做 他没有做他当然不承担 你做了你承担 但是你也要说清楚 你是自己是怎么回事 怎么那么来的 这样的话才使得后人 更容易的接受你的这种道歉 理解你当时那个行为 为什么发生的 所以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人事件 我对宋文斌 还有他的朋友们的这种 一些说法 没有完全 不能让我完全 接受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说 他们可能确实是面临了 面对了自己的内心 但他们没有面对一个历史的真实 不是说一件孤零零的事情发生 毕竟还有其他很多的人 你要讲清楚这件事情 我是这个意思 他的道歉是值得鼓励的 我只是说还不够 我想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个 这么大成的结论 没有必要在这个世界上过于纠结 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常常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我记得我在西北大学访问的时候 经常跟一些中国的留学生交流 就谈到中国民主宪政的路线的问题 他们都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 就好像雾霾一样 原来伦敦也有 芝加哥也有 纽约也有 都很严重的空气污染 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 它就会自动的到来 你说我们走到民主宪政的那一天 你觉得这个观点 你怎么评价 这一点 没有这个实际证据来支撑这一点 包括苏东的转型 包括这个第三波的 各个 包括像前一段时间的 这个在阿拉伯国家的转型 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说是自然而然的预料到的 总往往是突发事件发生 然后引发了这个大规模的民变之后 然后这个政局突然变化 维权政体 中国还不是 中国还不是维权政体 它是一个集权 它是一个右翼集权 市场集权政体 他们自动的崩溃这一点 这是非常 这是过于无知的一个预期 这当然需要有很多人在从事一个反对运动 来推动这个变化 很多人预期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 不管是现在的现任的习近平 还是其他后任 或者没有后任的 他们走一条戈尔巴乔夫的路 蒋经国的路 或其他什么什么的任路 这个历史从来不是某个人主动选择的 这个不管是歌诗还是讲诗 他们做出事情 是在他们面对了强大的压力之后 国际国内环境 让他们才做出了 被动做出了一个选择 在没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的 这样一个压力的情况下 从主观上来讲 作为最高领导人 他习惯了几十年的这样一个镇压的手法 你让他突然放权 这是超出人类理性的合理的预期的 而且从习近平所作所为来看 他也没有任何这种迹象 过去几年来他做的 以及他想执政二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 都明显是为了一个个人权利 他为了中共红色江山带来船 所以为了打破这样一个政治垄断局面 一定是要有很多人去从事一个反抗 而且实际上在现在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虽然有些人从习近平上来之后 对于这个政治案件的这种迫害大大加剧 中国的这个反抗运动 进入了这种冰河时期 冰冻状态 活动空间大大减少 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比起在这个八十年代 甚至九十年代的时候 现在的这个活动空间 其实在大大的增加 毕竟我们能在网上 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看到极多的人 他们会上街表达数据 他们会上网发表不满 这个这种公开的这种阐述和行动 但以前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我认为 这个 确实需要我们 更多的动一动自己的脑子 开发政治智慧 来如何更好的从事这个民主运动 并不是一个 你不做什么事情 然后变化自然就来源了 没有什么好的事情 我自己在 两年半以前 陈子民先生去世的时候 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因为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 就是说年轻人一定要 就要这个 走上这个政治的舞台 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 我那时候还感觉 如果五到十年 中国政局发生变化 那么以前这些很有经验的 有政治反对经验的 这些前辈们 还能够这个继续引领大家 但是事实上 他们一个一个的凋零离去 这就把这问题提出来这个地方 这不仅仅是说六四到现在 二十八周年 以及这个 或者说四五一周到现在 四十一年 这个在过去这么长时间来 有很多人 他们很多前辈们 他们从事这个抗争 他们没有看到 这个中国民主化实现的那一天 他们就离去了 这个 也就是说 你如果做的不够 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就会就会来到的 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 现在的十几二十来岁的 或者三十五到三十岁吧 如果他们预期 我想就不太可能说 这个中共的统治 继续持续二十年下去 那么如果将来二十年 就是说放在2037年 那么现在是十几到三十岁的 再过二十年 就是说三十到五十多岁 正是这个人质中年壮年的时期 你如果想在中国的政治 在当时中国 就是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 占据一个位置 你自己就必然要面临一个选择 你现在做些什么事情 我当时提出 其实就是三个选择 第一就是说 你投身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 不管你是想进去 你是谋求一个 在里面暗暗的起作用改变它 还是说维护那样一个体制 第二就是说 你什么都不做 你政治运动也不做 反对运动也不做 这个投身中共也不做 你就是专门做自己的这个专业人士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内做 然后等到变局来临的时候 你高调介入 然后第三种呢 就是说坚持让一个 投身政治反对运动 坚持政治反对运动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打拼 我个人而言呢 这个第一种取代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不现实的 因为在中共这么大的 一个庞大的政党 然后他们尤其是对吸收自己的这个新的 这个中共党员非常可可条件 他要查几代 他要查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 这个你进去之后 即便是你有一个善意的想法 你要改变它 肯定结果是你被改变了 而不是说你改变了中共 所以这个第一条当然是行不通的 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我觉得无可或非 如果有人这么想的话呢 还是有机会的 虽然说这个你个人是否有这么大的能耐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觉得第三条 这显然是一个更现实的一个做法 而且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那么大挑战 有人认为这个活生命运之后 这个自己的各项的生活工作 就完全会改变 就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 没有那么一回事 我个人体会没有那么可怕 也是很 也是在这种从事反抗运动的过程中 也是一个能够保持这样一个轻松的愉快的 这样一个自得其乐的这样一个 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 积累自己的这种政治经历 政治经验 抬脱政治空间 然后在变局来临的时候 继而参与其中 甚至领导其中 作为领导者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现在做这个事情 我其实我的个人秩序表达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 我是希望在中国将来建立一个 这个专政博物馆 来纪念 来技术下来 这个暴政是怎么回事 那些反抗者 要让那些过去数十年来被淹没了 那些默默无无的反抗者 让他们情史留民 让那些过去数十年来参与到的那种暴政 迫害 让那些人 被这个历史的耻辱度而记住 我是想做这样一件事情 真正的说 二十年以后 中国政局发生变化 我自己担任一个高位 我自己 至少是我现在并没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没有 这不是我的个人兴趣 我只不是说 参与到这种运动中来 我个人体会 我个人体会还是 不是 不是那么艰辛 还是能够 感觉到这种 投射到运动中的这种 快乐 大家不要把这个过程认为是那么枯燥无味 那么单调 或者那么悲伤 那么悲情 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和暴政的对抗 我是乐在其中 各位观众朋友们 刚才闯创 陈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也介绍了他 为什么要身体力行的参入 追求中国民主宪政的运动 我想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年轻人 有很多90后或者什么90后 其实这个事业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去参入 大家谈到了武士 谈到武士的精神 实际上都是一代一代的青年人 用他们的智慧 用他们的宣泄战胜恐惧 勇敢的为这个民族站起来 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我们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 未来是什么 未来就是希望 所以我们需要克服我们的恐惧 我们当我们站起来 对这个专政体制说不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影响更多的人 中国也就有了新的希望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陈闯壮先生 按钮